今天春花美美啊 今天我也是要离开成都了 嗯 还要饭 鸭子鸭酒 改个饭头啊 来得很早啊 不是要吃晚餐吗 对啊 我想把人事先洗凉了 他们这个小镇上早上去吃了卖不到菜 鸭子在洗完 昨天我们吃的晚餐都没洗 走 我们俩去买菜去 去吃了卖不到啊 好 走吧 老名大哥我把车吊个头过来 这边不好上 这什么小镇啊还蛮繁华的 小镇名字我还真不知道 只是经常往这边过上下班 名字我还真没研究过 哈哈哈哈 这里也不是什么菜市场 就是杆菊 风荡不风酸 这里有一家卖肉的 待会我在前面再看一看 买肉的就两个汤 都是龙虎产品 我们就在这里买点肉 这个猪皮太大了 这么大猪皮我用吃不了 买点骨头吧 好 把这个这个搞一个 这个再搞一个多 好好的 这个搞一个 买了肉买了骨头 酱一点蛋白瘦 这里家也是买肉的 没看到买牛肉的 这里没有买牛肉的吗 啊 买牛肉的没有啊 牛肉的 啊 哦 这里也不是单纯的菜市场 我买个小菜啊 你看这边 到处都找不到 终于在这边找到买蔬菜的了 这是什么菜啊 这是窝生间 哦哦 这窝生间哈 这不能吃吧 不能吃啊不能吃 哈哈哈 这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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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菜 柏菜 柏菜怎么买啊 一块五是吧 买了肉和蔬菜 不大的 就是肉骨头和蔬菜啊 这个肉啊 咱们先摆在冰箱里面 热温度高啊 还买了一桶牛 这个蔬菜啊 不能放车里面 要放它底下去 这蔬菜先摆在这里 鸭头把碗中也都洗好了 哎 你们吃了 咋吃了没有啊 鸭头 吃了 吃了 只要是鸭头他们给我带的小饭头 今天上午可能走不掉 买了才十点多了 我看我还是瞎不走 还视频没剪好 再乱跑啊 视频就不好剪了 再给鸭头小伙子烧最后一餐饭 他们俩也不会烧饭 要不他们就吃面条了 你们烧最后一餐饭 下午就开路了 必须外面吃很安逸多了 我们去外面都不知道吃啥一天 午饭吃好了 现在是一点半 成都啊 今天很热啊 太阳很大 那就准备出饭了啊 这个要不要关起来 把它忘记了 鸭头小伙子打个招呼 走啦 下头 走啦 走啦 下次我随时过来玩 好的好的 你们好工作啊 我去四个远方了 好好好 羡慕你的四个远方 你要走呢 好 拜拜 一路顺风 好的 路上注意安全哦 好 注意安全哦 好 我在考试下午是走高速还是走高速 下午开不长啊 开几个小时 我想就走高速吧 方便一点 然后明天看哪地方 有好风雨 在下高速啊 走高速 就要离开成都了 上高速 请注意 我收费车后 一般你靠右上波 我这是房车啊 3.5吨 啊 我是房车啊 房车是按小车收费啊 对对对 我现在收费车了 哦 好 没事 谢谢 你好 好好好 他把我单纯货车了 货车收费就不一样了 看了右上波 忘记刺217 都将演方向 上了高速啊 我心里就很踏实 今天成都的天气也很好 我的心情也很好 快乐的返程之旅 今天是3月21号 我们起寒了 从一点半 现在是五点了 跑了三个半小时 跑了将近三个公里 前方19公里出 有个服务区 今天晚上就入住这个服务区了 前面是叫盆栏服务区 到位置停下来了 房车停在桂花树下 这要是8月份桂花生开的时候 你看这里完美不完美 带你们看一下啊 在高速上跑了这么多年 服务区啊 我还是头一回见到这个啊 这个每隔两个车位 都在桂花树下 你就是在国道上跑啊 都很难遇到 像这样的风景啊 这样的这个租车位 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我们在高速上要注意哪些啊 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房车啊 也属于小车 不能占大车车位 还有呢就是我们停房车 尽量你看 停到这边没有车位的地方 这个时候我们在户外出拉座 就不会占其他人的车位 你看我现在停到这个位置 这个桂花树如果是桂花生开的时候 我窗位开 这桂花都很桂花飘香啊 你看这后面 我的窗户 还有一点请大家放心的是啊 在高速上没有严实艺术啊 所以你在高速上过夜 是一点问题没有啊 看看我后面的窗户 这反复就录影在大展的森林中啊 可惜啊 这么美的地方啊 它就是高速 我只能在这里享受一晚上 这样的一个场景 这样的一个景色 是不是我户外录影 一直向往的 今天至少是20多度 很热 窗户打开 但是沙窗一定要拿起来啊 完 这个青菜已经洗好了 但是现在马上6点了 先把视频发掉 炒个蔬菜 我这里还有老鹅 猪蹄 待会儿微波炉打一下 就能吃饭 现在是傍晚的5点4时 6点钟本次发视频 到卫生间洗漱一下 随便带你们看一看 这个服务区 我车子停在最后面 那边是大火车停的地方 这里小车位特别多 你看这么多 盆栏桂花服务区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8月份如果你们路过这里 入住这个服务区 来是桂花票箱啊 进去啊 今天游客也不多 车子也不多 首先服务区 我的左边是大厅小厨自助餐 我们进来带你们看一下 带你们看看自助餐的伙食啊 35块钱一六位 这里还有牛排 看 这是好像是鱼 这边还有啊 来看一下 看起来还是不错了 大厅的右边 就是超市 前面是公共温存间 洗漱一下啊 这个洗漱是不是非常方便 冷热水都有 这样的一个租车环境 你不看看是什么一个感觉 刚刚把视频发好 现在是六点半 吃也很简单啊 曹太太 这个兔鸡和老儿 待会给微波炉打热 这个抽腊子啊 一直我不太喜欢用 但是它方便 就是火力小了一点 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一个小青菜啊 应该没有问题 行不错油啊 太肉啊 菜太 加盐 鸡鸡 这服务区啊也就是我们温暖的感光 这么美的服务区 这么美好的夜晚 这么好的心情 倒上一杯啊 鸡鸡和猪蹄 我把它放在一起了 用微波炉打热了 这个味道应该是更足啊 然后中午吃生的咸肉 菜苔 香菜 花粉米呢 我就没舍得拿出来了 花粉米就剩一点点了 就这些菜啊 吃点饭 喝点酒 现在尝尝这个老鹅 买的时候 他告诉我 老鹅40块钱金 我们老家 要是老鹅 不止40块钱金啊 这个很可能是纸啊 如果是老鹅 应该不止40块钱金 房车旅行在高速上 你就开巴士嘛 真的 沿途啊 你看看风景 踏踏实实的 服务区又这么好 但是我晚上为啥就喝一杯呢 高速再好 像我们户外露营啊 真的是没有归宿感 也就只能暂时停一晚 如果下高速 能碰到一个好营地 能踏踏实实的坐在那里 只要你心里快活 想喝多少酒 喝多少酒 到不了第二天不走 是吧 在高速上面呢 它虽然没有 放到一个好营地 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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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喝一杯 一杯 就把一杯 适合 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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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喝 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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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边好像也有房子 真的自己把自己做过好 尽量能让自己舒服一点 生姜 所以我经常说这句话 我这个挑战没有什么不好 但是我不太喜欢挑战户外 我觉得今天舒服一点 安逸一点 我呢就是一个户外录音生活视频 看到哪个地方环境好 我在那边录音 我也一直不知道内心的激动 想分享给大家 还有我的家人 其实分享也是一种快乐 把美好的东西用视频做一个记录 录干净以后再把它翻开看看 真的是很好 我也希望大家外出旅行 或者是录音也吹 也用视频记录一下 我们一起分享 来 译香 来 译香 来 译香 来 还有一点点酒把喝掉在高速上喝酒 因为我的酒量大家都知道 就是没这个必要 我拍视频就必须要喝点酒 也不是说我要多好酒 即使是好酒也要分场合 比如说我前几天那些战友在一起 有时候真的是身不由己 没办法 如果一个人能把酒喝醉了 真是叫好酒 我喝酒是看心情 心情好 我一个人可能会多喝几瓶 心情不好我是不会断肥皂 这应该大多数喝酒的人应该有 再把喝掉了 我就吃点饭了 青菜好 这个香菜现在天热了 你们买回去以后 今天放到冰箱里面冷藏 青菜老饵主体都吃掉了 这个饭吃掉了 我还要抓紧时间剪辑视频 现在在路上白天还要跑车 其实剪个视频也不容易 要五六小时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明天我们晚安见 好久了 好久了 我们下饭做了 我们下饭做了 有什么好干什么 我就想要不要 我们下饭做了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